大家好,我是Chef Pong 我是 Sichuan Alley的生意伙伴和主厨 好多年前我就开始一直都有去成都 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渐渐的品尝到很多成都的美食 然后也渐渐的喜欢上四川菜 所以就觉得这个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重新接触四川菜 主要我们这一次是要把西川 Alley比较年轻化一点 然后同一个时间也是在看可不可以把四川菜再更更新的一点 那西川 Alley一直以来以四川的绵羊米线为主 当我加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应该可能可以比较注重一下面条 那我们就开始研发哪一样的面条会很适合来做四川面 那那个面条我们想象的标准的面条应该就是有嚼劲 又可以吸收那些酱料 然后配送的时候呢也不会太大影响面条的品质 那在这次新菜单推出的时候 我们就有好几道就是比较特别的菜式 比如说我们的怪味猪肝啊 很多人就会觉得怪味是什么味道 怪味呢其实是在川菜里面的一个味型 它就包含了甜啊 咸 酸 辣 还有一个就是胡辣味 有点焦香焦香的那个味道 还有另外一道菜呢就是我们的脆皮肥肠 很多人都很喜欢吃肥肠 不过就是很怕吃到那个洗不干净的肥肠 在制作这个肥肠的时候呢也是花了很多心思 我们把它乳制 乳制呢我们就会塞入一根葱 然后就会拿来炸 炸了之后呢我们还会再翻炸多一次 那是确保那个肥肠有一个脆皮 那我们这次推出的新菜单主推的是面嘛 所以里面呢就有一款面比较豪华 比较不常见 也不是不常见啦是外面根本都是见不到 还有就是也是我们独创的一款面 它就是红酒和牛配松露泡的一款面 我们是用了和牛腩 用红酒腌制一个晚上 然后把它烹制的时候呢 我们也加了皮线豆瓣酱 还有许多的红酒来熬成 然后它的面的调味呢还是挺穿式的 然后还有那个松露泡 整体呢吃起来不会觉得它格格不入 整体都会融在一起 就是让人感觉到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 那喜欢吃我的甜点 那喜欢吃我的甜点 我的顾客们呢也可以来到这里 找到我新推出的两款甜点 一个是叫香香滴 一个是叫有咸蛋哦 那香香滴呢是用了一个茉莉花茶来制作的一个慕斯 然后上面呢有新鲜芒果 还有白慕尔 口感是很清爽的 然后有咸蛋哦 然后我们用了那个白莲蓉把它做成一个慕斯 咸蛋呢我们把它做成一个酱 整个吃起来可能可以想象到 你在吃一个月饼的感觉